是资料分栏 那稍微讲一下 它的这个题目需求 就是把什么 很简单 就是把B栏的资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 B栏里面的资料 它每一个有入职时间 后面这个 这边有 就是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那把什么 这个人的名字 带到这边来 把他的功耗呢 带到这边来 再来呢 就是他的什么 内部的电话 这个好像打错 内部电话 一样 把它拉过来到这边 OK 那就是底下还是一样 下一个 1234 1234 所以基本上 请各位打开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这个只是示意的 让各位知道说 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那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请各位 试着把刚刚需求 把它做过来 那你会发现 从头到尾 里面 当然你会发现 有这么多 这几个人 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几个方法 如果 有内部的 这个超乱函数里面 你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方式 可以吗 当然用 简式与参照 简式与参照里面 有哪些函数 它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入职时间带过来 然后你可以 最好是 向右 同一个人的过来 向下 每一个人的都过来 有什么方式 当然如果内部的函数 可以办到之外 不过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也许按个按钮 VPA 或者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 制定一个函数 让这件事情 变得比较简单 OK 那请各位 稍微应该可以 应该了解这个意思 这边 就是这个区块的资料 本来是纵向的 移过来变成横向的 而且要把前面的资料 给拿掉 所以这里可能要分成 几个阶段来做 也许就是 不如就先 把这个资料先搬过来 然后到时候再把 冒号前面的东西拿掉 留下冒号后面的东西 OK 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可以 分几个阶段来看 怎么去抓这个资料 那我要抓的资料 基本上 根据那个位置的话 那我可以给它编号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 假如说这个是第一个 以这边来看的话 资料里面的第一列 资料里面的第二列 资料里面的第三列 依此类推 那基本上 它是纵向的概念 一定是B B栏里面的什么呢 也许这个是第一列 那就B2嘛 B3 B4 B5 B6 一直往下 那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把这些B2的资料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来 OK 那我需要的就是什么 它一定是个连续的范围 123456一直往下 到可能最后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 假设我今天 假设给它编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需要相对的位置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1到32 这个是它的位置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这边呢 也可以相对的 1到12345678 一直编到32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利用它的位置 去把资料抓到 它对的位置 就是这边列的位置 抓到这个范围里面的位置 那当然 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东西 1234做出来 那特别是 这边你可以透过一个什么 插入函数 里面有一个 上个礼拜讲过一个 叫Column 这个Column哦 顾名实义 这Column是 就是指的是蓝 如果你按确定的话呢 直接按确定 它会抓到 抓到是 一个 预设是它里面 我把它改成那个 改回来了 改成它 这个改成那个 通用的格式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会显示为是 可能它原来的格式 是日期啦 因为日子 日子是时间 所以底下 那我把它改回来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它这个时候会变什么 4567 为什么 因为这个Column 指的就是 你现在 在第几栏 但是它回来的时候呢 不会告诉你是 D栏或E栏 它不会是一个英文字 而会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基本上呢 那你想说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 4567 变成1234好了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olumn 剪掉3 如果你剪掉3之后打勾 这个时候 再向右填满 1234就出现了 1234出现之后 可是我要1234 5678一直到32嘛 对 我要需要编号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奇怪 它怎么都1234 那不对啊 不是我们要 那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再后面动一点手脚 加上什么 加上它每1234 下一个就5678 所以呢 下一个变成5678 是上面 跟上面的关系 是相差多少 相差4嘛 所以4的一 下一列 就是再加4的一倍 4的两倍 4的三倍 所以呢 我后面呢 可以加上什么 假设我要加 那你会发现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这后面再加上一个roll 这个roll的话呢 顾名思义 小瓜糊 这个roll实际上 是取得什么 取得你现在的列号 那好像前面 我们用过啦 现在是第二列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往下 这边第三列 一直在推 那假如说 我可以利用列呢 帮我产生 我需要的倍数 那我要怎么产生 多少倍 我可以把 因为现在 这一列里面呢 不需要加上4的倍数 可是下面就4的一倍 两倍三倍 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先把 现在所在的列 减掉 先把它减掉 为什么要减掉 因为这一列 本身不需要 加上那个4的倍数 然后把它刮糊之后 前刮 就是先减掉 再乘上4 OK 那这个时候 主要目的是 我第一次不需要加4的倍数 就是我第一次不需要加4的倍数 可是我如果把它往下拉的话呢 它变成第三列 那第三列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3减掉2 那就是剩1 那就是4倍 如果往下4 第4列的话 那2倍 5的话就3倍 那刚好完全 match我们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打勾的话 你会把它往右 再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需要 1 2 3 4 到第8 第8列把它放开 这个时候呢 它会出现什么 刚刚好 有没有 1到32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前面的话呢 是它的编号 1 2 3 4 后面的话呢 就是说 要不要加上4的倍数 OK 所以这个其实蛮好记 而且 这个规则 用在很多地方都一样 主要原因是因为 Excel里面就是一个范围 那你反正呢 后面有几个 你就是加几倍 就是乘上几倍就对了 如果4栏 那就乘上4 OK 那主要是利用列来控制 你到底要不要 加上那个4的几倍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列刚好 是减掉了 所以没有加 第三列呢 刚好加1倍 3加1倍 加2倍 加3倍 之类的 所以刚好最后的结果 就是1到32 OK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表格 给做出来了 但是表格做出来之后 不代表结果出来 那你想说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实际上 我们前面有用到一个函数 叫index 应该还有印象吗 上一礼拜才用到 那index 实际上呢 就是 它主要可以做什么事呢 后面基本上刮弧 它会跟你要 应该要几个东西呢 应该还有印象吧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先 我把它放在这边 先把这个先剪下 这个公司先剪下 再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时候呢 就真的要去抓资料了 那我们可以用的方式 上个礼拜大概有讲过了 也许就index indirect lookup 然后 然后 还有讲v2 不过这一题 特别注意 这一题用v2 函数是完全不适用的 v2 函数是无法做到的 OK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结果 假设了 我用index 其实后面还用offsets 也可以啦 后面好像我没有讲过offsets 那index怎么做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会跟你要三个 三个东西 按确定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的array array指的就是说 你那一个要抓资料的来源 也就是资料来源在哪里 那我们的资料来源 就是在这个信息往下 到哪里呢 到33列 这边 按坎凑键好了 就是b2到b33这个范围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范围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名 给它定一个名称 用f3 去把范围抓出来 那因为等一下 会需要向右向下 所以我这个地方 记得按f4 把它锁起来 因为你向右 就是蓝会增加 向下列会增加 如果你不想要 要把范围固定下来 记得一定要按f4 这个时候它前后都会 加上前的符号 也就是固定不动了 这个是一个方法 或者你可以用上个礼拜讲的 你可以定义一个名称 这边用名称也可以 好 那再来第二个呢 我要需要抓到哪一列 其实你就可以把刚刚的那个公式 剪下的公式 column那一串 贴到这边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就是1 那意思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一列 OK 那就帮我把它抓过来 那column是哪一个 column指的是蓝 因为这个地方b蓝 它只有一蓝 不会有第二蓝 也不会有第三蓝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一定是1 不可能会有2 因为来源的资料呢 只有一蓝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放1 按下确定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如果向右填满 把它蓝宽增加好了 蓝宽增加的话 有几个方法 你这边点两下 才会把它扩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向右之后 你会发现1234 刚好就抓到1234 那如果你在向下填满的话呢 那因为刚好 我们刚刚的那个1234 56一直到32 所以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刚好又会继续往下抓 所以全部通通把你抓过 有没有发现 这个人的1234 就丢过来了 张阳 有没有 所以他入职时间 跟他的什么呢 姓名公号 内部号码 有没有 又一个 又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 32个资料呢 就全部从来源 抓过来了 但是呢 这个问题好像还没完全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这边前面有个 冒号这个东西 我不要 冒号以前的东西 我不要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刚好 把 冒号 包含冒号 还有以前的东西 让他不显示 OK 所以请各位 先稍微把 第一阶段的动作 先做出来 那这里 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我们第一个 是先用 Column这个函数 Column主要是抓你 现在在第几栏 当然 减掉3的话 因为他在第4栏 所以他会变成 减掉3之后 才是1234 在后面加的部分 是加几 要不要加4的倍数 因为总共1234 4栏 那如果下面 就5678 所以 第一次一定不加 所以把Row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减掉2 使的是第一次 不加上4的倍数 后面才加1倍 2倍 3倍 那我们 那抓到位置 1到32之后 再利用Index 去取得来源范围 来源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Array 这个范围 先丢到这边来 再去抓什么呢 抓第一个 第一个就这个 帮我抓过来 第二个 帮我抓到这边来 一直累推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件 当然蓝的部分 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这边只有1 OK 那但是这个 还没完全解决 第二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需要把 范围以前的东西 把它砍掉 OK 那画面先换给我一下 那要怎么做 会是最简单的 OK 那方法当然很多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可以刚好可以找到那个 帽号 它到底要扣掉几个 或者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用 其实也可以用Find函数 有没有 Find那个什么呢 哎 帽号的位置 然后再透过那个什么呢 MID函数 前面有讲过 那你再把 因为你找到帽号 帽号后面的东西 是我要的 那你就透过MID函数呢 再去做切割 所以 有什么方式 可以完成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把那个325的这个范例 先做一下 那我们第一阶段是 先把来源的范围 切割 放到你要的位置上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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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